地藏颤是引导着我们自己过去的七世父母 和所有的列祖列宗 还有今生的父母 以及九族以及列祖列宗 和六道众生 以及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列祖列宗 一起来修地藏颤 好好做一次深度的反省 深度的颤悔 那么我们无始节以来 造罪了无数的罪业 所以是再大的罪业 都抵不过一个忏悔 我们只要真心忏悔 所有的业障都瞬间会消化成空明 和我们相连的 无数的众生的怨恨 在我们空明之下 可以觉醒他们也得到空明 让他们也觉醒自己原本是如来 这是我们能空掉自己业力的根本原因 你有一个讨债鬼天天跟着你 终于这个鬼自己发现自己是菩萨了 他觉醒了 哦 我原来我是菩萨了 那他就不再做讨债鬼了 他又做成帮忙你的菩萨了 因为他菩萨还行讨债的 菩萨都不行讨债了 他发现自己是菩萨了 他之前是天天跟着你要债要债要债 现在是一看你很痛苦 他不但不讨债他还给你钱 因为他是觉醒了 说菩萨 这个力量是谁做到了 是你让他觉醒的 功德力当然是你说你受到善报了 原来的讨债鬼变成菩萨了 给你钱了 变成财神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道理上要懂要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觉醒所有的众生 觉醒所有的众生 当然包括你的冤亲债主 包括你所有祖先和过去七世父母的冤亲债主 这些都觉醒成菩萨了 你一个人的修行力 加上这么多菩萨的加持力 你怎么会这一生不成功呢